在鑽砖啟器 嗨我是湾慕斯 請說 牧師 牧師 錢每次到月底都不夠花 要怎麼理財呀 牧師 你愛錢 我不愛錢 但是我很喜歡錢 我會 我會盡量去想 怎麼去maximize create 錢的這個potential 在我的生命中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 就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夠 我會覺得說 No I want to maximize 但這個可能比較跟錢沒有關係 這就是我覺得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覺得我要把它做到最最滿最多 像比如說我去吃吃到飽 我就每個都想試一次 所以我會有時候會想說 如果我有這筆錢 我是怎麼樣可以讓它發揮到最大的 去投資或做這些的 但是我不會因為錢去做一個決定 像比如說有時候別人要我講到 我不會說那你要付我多少錢 我就是有時候我就去講 然後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給我 獎元費或是多少 當牧師也沒有去想說 那會不會有很多錢 我會因為錢去做一個決定 但是我會希望可以用我的生命 做一些事情 是maximize我的錢進來的機會 那個時候他一開始就知道說 我要當傳導人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我未來想要來到台灣 所以有一次我們的暑假 我們就一起來到台灣 我們之後那個結會開到上面 是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所以那時候我就指著一個 就是屋頂夾蓋的鐵皮屋 指著那個鐵皮屋 我就跟佩吉說 如果有一天我當傳導人 我可能就住這種房子 你願意嗎 你願意跟著我嗎 他說我願意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說 好 這個人一定要娶回家 因為我爸爸一直跟我 以前一直跟我說 你不要當傳導人 不要當傳導人 傳導人沒有錢 我爸爸就問我說 那佩吉願不願意 你知道他這樣子跟著你 然後就說他 他願意啊 然後我爸爸只回了一句話 就是 這就是所謂的 我覺得男生要理財 最重要一點是 娶到好老婆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佩吉一直覺得 我是一個很上進的一個人 他知道說 他跟著我不會一輩子都窮 可能會窮個幾年 可能會 但是不會一輩子都窮下去 所以我覺得他爸媽那時候 還是蠻放心的把他交給我 那你有對財務感到絕望嗎 我常常對財務覺得到 非常的絕望 然後我常常會在 絕望跟有盼望的中間徘徊 那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絕望 是我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那之前是在另外一個教會 所以那時候我的 那時候薪水 我進去的時候 他們根本沒有告訴我 我的薪水是多少 我只是覺得 這是神護照 我要去做 我就去做 我覺得要去做一件事情 我不會去問錢 我會去問這有沒有價值 我覺得去做 去那邊工作是非常有價值 是神開了一道路 而且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去 進到這個教會之後 我上完一個月的班 我臨到我的那個patriot 我才看到是多少 然後我那時候已經猜是很低 然後這個又比我想著再低 就是再低蠻多的 我就就愣住了 傻眼 我就說 神好 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要 就是每天依靠你 每天依靠你 每天依靠你 那個時候 雖然我覺得錢很少 但是我還沒有到絕望 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 我還單身 那時候我還跟佩根還沒有結婚 我們那時候有訂婚而已 也沒有小孩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人的生物 其實我們蠻省 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開始覺得 第一次真的覺得絕望 是我女兒出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說 哇我的錢真的不夠用 因為那個時候我想要請保姆 請保姆的錢是高過於我的月薪 所以我就想說 那這樣子我怎麼活下去 所以我就沒有請保姆 我覺得每天帶著 Elly 那時候她才幾個月大 我就每天帶著她上班 每天帶著她去開會 禮拜三都是我寫獎上的時候 所以一手抱著Elly 然後一隻手打 所以我覺得那幾個月 我講得到超級爛的 就是 因為你是完全沒有辦法 Focus 要餵 然後要幹嘛 所以那個時候 我大概是最最最最最絕望的一個時候 浪費性的消費 我最習慣性的浪費的消費就是買黑色的褲子 我的衣櫃裡面大概有十幾個黑色的褲子 那就只是黑色的褲子 只是有些有破洞 有些沒破洞 有些有假裝有破洞 這其實真的沒有破洞 那有些是比較 反正就是很多黑色的褲子 然後我的太太Peggy每次都說 Babe How many black pants do you need 你到底需要多少黑色的褲子 我就跟我老婆姐說 這不一樣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但是我心裡面都知道 這是在浪費錢 繼續買 因為 我還繼續買 因為這是我的Budget 我會有讓我每個月 我會有多少的錢 是我要怎麼花就怎麼花 就當作是我開心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會去 大吃大喝 有些人喜歡去跟別人喝一杯 那我這個又不太喝久 我就省了很多錢 可以去買黑色的褲子 我覺得我們現在是在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世代 因為這個世代我覺得充滿著機會 但是我們卻是非常的絕望 我們覺得好像未來不會更好 跟過去的世代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世代的裡面 我們就覺得說好吧 那既然明天沒有什麼未來 我們今天就過得開開心心就好 我相信這是我們絕大部分的人 尤其我們的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第一個 我不會說這個想法可能就是錯 我覺得我可以了解 為什麼有人有這樣的想法 我也覺得這大概就是 絕大部分人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記得一點 就是如果你的想法跟絕大部分人一樣 你就要期待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未來跟絕大部分的人一樣 如果你希望有個跟別人不一樣的一個未來 你希望有個更負責的未來 就必須要做一個決定就是 我要怎麼去看待我的現在 看待我的財富 看待我的錢 是跟一般的人 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 我的其他這些人 跟他們是有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你唯一有這樣的一個不一樣的想法 你才可能有個不一樣的未來 你不會因為有同樣的想法 同樣的理財 同樣的花錢 但是期待會有個不一樣的一個未來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可以 在理財上面可以做三件事情 幫助你對未來在錢上面 對你的未來是有盼望 第一個 你一定要努力的賺錢 你一定要努力的賺錢 make money 這非常的重要 我想鼓勵你 要努力賺錢 最重要一點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份你所熱愛的工作 你一定要找到一份是你願意去做 因為如果你現在做的工作是你不愛 你大概就不太能夠期待在這個裡面賺很多的錢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對這工作你沒有熱愛 你就不會想要做得更好 你不會想要上進 你不會想要更多的去學習 所以不是說這個工作 一定要每件事情都是你所喜歡 但是如果你去上班都沒有動力的話 你就不可能期待你會把這個工作越做越好 你也不可以期待 人家會越付越多錢給你 如果你做這個做得不開心 你也不能期待你的顧客會開心的把錢給你 我有用的一些的service 是我很開心的把錢給他 比如說我很喜歡Spotify 所以我每個月付Spotify的錢 我都覺得付得值得啊 所以我是很開心的去付這個錢 那如果你可以做出這樣一個business 你可以開心心的去做 你有passion去做 別人也會開心的把這個錢給你 那我也想要鼓勵你就是找一份工作 當你越來越熟練 越來越上手 越來越上軌道的時候 你可以在同一個時間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裡面 去produce更多的錢 的意思就是 你不是只是工作更努力 才可以賺更多的錢 第二個 要省錢 Save money Save money 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錢賺了再多 如果你花的錢 跟你賺的錢是成正比的話 就是你錢越賺越多 但你花的錢也是一樣子 越花越多的話 你不會在你生命中自負 我想鼓勵你 當你的薪水在開始這樣子的時候 你讓你的生活品質是這樣子 不要是這樣子 是可以慢慢的去increase它 但是不要直接追 也不要去超越它 因為你中間是這個margin 現在我30幾歲 我比我20幾歲賺的錢多很多 但是我吃一餐的錢 其實沒有差太多 我中餐的預算 大概還是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同樣的 跟我20幾歲大概是差不多 OK 那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你要學習去投資 你一定要學習去投資 在我的工作裡面是沒有太多的薪水 所以我就花很多時間去學習投資這一塊 我覺得投資是非常重要 那我現在要給你一個目標 我知道我給了你的時候 你可能很多人會覺得只是不可能的 我要給你一個目標 就是如果你像才20幾歲的話 你要有一個目標 就是你在你30出頭的時候 要存到大概200萬 我知道我這樣講這個東西 你們可能很多人覺得 這怎麼可能 這幾毛口人的代價 這現在的薪水 你這是萬牧師 你根本不懂我們現在是怎麼樣 我有一次跟一個年輕人在聊這個東西 我也是鼓勵他 他跟我說 那是不可能的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不可能 然後他在跟我講說 不可能的時候 他手中拿了一個星巴克的咖啡 然後我說 如果你這樣花錢 當然是不可能 你希望有一天你的生活 會跟別人不一樣 你現在就要做一些決定 是一般人不會去做的決定 你現在要做一些的犧牲 是別人不願意去做的犧牲 但是如果你可以存到200萬的話 你可以存到這一筆錢的話 這非常的有用 因為錢會滾錢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有存到這一筆的錢的話 你接下來就看到 每年你增加的錢越增越多 所以這是我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去set的一個目標 我去達到的一個目標 然後那時候我存到超過200萬 就是超過這樣的一筆錢 然後就開始做投資 這到現在 可以讓我投資的錢 幾乎是超過我的薪水 幫助我可以在財富上面 有一些的自由 所以這個是我想鼓勵 鼓勵大家你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做得到 你就是做得到 I believe you can do it 連我那個時候賺這樣的薪水 我都可以努力去想不同的方式 去做得到的話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我可以跟你保證 我那時候二十幾歲的薪水 應該是比百分之八十你們都來得還低 就算你存不到200萬 你至少可以存到150萬 你至少可以存到100萬 你只要有一些的錢 你就可以開始去做投資 因為我不是一個投資理財的一個專家 所以我不會告訴你 要買什麼股票 我不會摔幣 OK 因為這是Apple Pen 這還蠻貴的 我也不可能去摔它 I believe in you 你的未來是美好的 你的未來不是前途無量的 You can do this 親愛的朋友們 如果今天這個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我想邀請你可以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也可以開啟小鈴鐺 像什麼每一次有新的影片的時候 你都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在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說你在想什麼 或這個影片對你有沒有什麼幫助 那你也可以分享這個影片 跟你的好朋友 讓他們也可以看得到 可以把這個影片 放在你的Social Media上面 我們下次見